一堆老公寓中這棟大樓 顯得特別顯眼 尤其它看起來實在有夠薄 大岸區寸圖寸計 建商腦筋動得快 設計出薄片房 大門寬度僅僅5米 蓋了14樓 地基才62坪 外觀吸金加上地點號 一坪喊到120萬 對比旁邊三四十年的老舊公寓 一坪80萬來說實在很強壽 還沒蓋好就賣出七成 主打小資組和退休族群 裡頭都是套房 最大才25坪 不過挑高的室內空間 看起來很寬敞 其實這樣的薄片房 未來會成為趨勢 越精華的地方地都很難整合 所以才會有這一種基地 很小薄片屋的情況發生 大人建議小資組要在臺北買房 大同或萬華 有許多平價老舊公寓 而想要新的電梯大樓 則可考慮外圍的文山或北投區 單身想住套房 中山區靠近林森北陸的房子 價格也不會太高 比較便一點點的地方 總價其實甚至一千萬都不到 那你再加上說青年首購 貸款貸八五成的話 甚至你自備款搞不好 你只要存一百萬的自備款 這樣子就夠了 臺北地下人稠 寸土寸金 市中心動輒數千萬 年輕人不當爸寶媽寶 根本買不起 小資組想要有個家 除了郊區以外 小坪樹的薄片房 也許會成為未來主流 介紹日白 謝友雲 臺北報導 有許多OC 大吉祥 小坪樹的ена 這裡